以前有九大行星 大冥王星在06年被剔出行星行列後 行星只剩下8個 科學家在1月看太陽系邊緣發現一火行星 科學家甚至預測它會嚴重威脅地球所有生命 英國《太陽報》報道 這一火第9號行星最接近地球時 會令到瑞星和小行星撞向地球 部分科學家甚至預料 最快4月底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是否即是地球所有生命到時都會滅絕呢? 美國奴役斯安那州大學太空物理學家 維特邁爾就認為 這一火行星的軌跡環繞太陽一周要2萬年 他就說當這一火行星進入布滿石塊的 埃伊伯泰的時候 會令到瑞星和小行星撞向地球 更加認為它和以往地球生命滅絕的歷史有關 報道就說 以往的化石研究顯示 每2600萬至2700萬年 大部分地球生命就會被滅絕一次 但原因不明 有科學家更加擔心 今個月底之前 一種情況就會發生 究竟是否危言聳聽? 信不信由你? 到處於